由立法院蔡世英亲自主持的协调会上 寂静一路沿线市里里长发言踊跃 就是希望路旁林立的电线杆能早日下地 还给新能安全的通行空间 同时解决自来水管线老旧的问题 旧的留着把新的装上去 造成这一个很大的困扰 包括金融市议员洪生勇与武化家 也都出席呼吁紧述改善 对此立法院蔡世英表示 寂静一路的进挖期将在今年11月到期 因此他特别邀请台电 自来水公司 新农天然气与电信业等管线单位 与金融市政府共同协调讨论 希望在进挖期到期前 能先完成电感下地 自来水管线态换等施工规划 一起施工减少对交通的冲击 也降低基金一路 人行道上的路障 基金一二三路是 适应在担任立委这段期间 协调中央公务总局 把它从基隆市管的道路 变成中央管的道路 那中央管道路之后 在先前做过一次全面的跑不出 那这个时间也已经到了 可以到这个道路重新铺设的时间 那这段过程当中 适应跟我们议员 包括洪生有洪议员 吴浩家吴议员 我们都有另外推动一件重要的工作 就是跟我们地方的里长 一直在推动电感下地的工作 所以是以这一切 邀请了台电水公司等等的相关管线单位 一起来开协调会 希望借着这一次道路重铺的过程当中 把台电的电感下地 以及水公司相关的管线 重新需要埋涉的 太久换新的 一并来做沟通处理 那适应跟我们议员都觉得说 如果能够加这些单位的意见 都整合在一起的话 不论是工程的施工 或者是预算的执行 都会比较方便跟快速 那这也是我们沿行的几位里长 都一直非常关心 也是我们的居民都非常关心 能够尽数来改善 那因为基金123路 它不但是一个基隆市重要的连外道路 目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光旅游的一个地区 所以我们希望借着整个整体道路景观的改善 可以让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变得更好 最后协调结果才适应要求台电 针对各路段电改下地 在一个月内提出规划 在水管线泰换 则以紧急抢修方式 向公路总局申请入证 并做交通维持计划 减少交通冲击 其他单位相关工程需一并施工 也请联系办理 期盼在11月净挖起过后 各单位的施工改善计划能整合好 年底到明年第一季的施工 能顺利完成 记者张祈腾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